阿桑這次的動作是否很辛苦 辛苦啊 我覺得體力上的事情都還能處理得到 我覺得最辛苦的不是動作是溫度 因為我們在天氣警告最熱那幾天 穿大衣 穿鼻彈衣 和嘉輝哥打的 我覺得他的意志力都很厲害 因為導演一直一剔一剔拍 大家都男人的賀爾蒙出來了 都很勤力地去完成每一個鏡頭 所以我都很佩服嘉輝哥這一點 你說跌地下 當然年輕做 他說在馬來西亞山洞 是啊是啊 當然是我做 待會兒怎麼說呢 因為去到那裡每一個人都有些傷是新的 他的腳也有些傷 大家可能剛剛病完 大家還未回復得那麼好 我感覺到我自己的體力還能做到 那就做了它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其實都不是的了 但是我覺得Lando是完美主義者來的 可能以前我們拍五剔 他可能會拍十剔 二十剔 回到去再賽後檢討 然後再看看怎樣好一點 以前經常都說不夠時間拍 又或者不夠預算拍 現在有個這麼好的條件 可以好像西片那樣回去再賽後檢討 我覺得應該是珍惜多過去說辛苦 所以我很珍惜這次每一個 和每一位演員 導演 幕後人士合作的機會 其實我和Lando認識了很多年了 我很小時候認識他 之後我們再相遇 就是他回來TVB幫我們拍一部廉政 我覺得是那次的合作他了解我更加多 而他真是好好地很信得過我給這個角色 我最佩服Lando一件事就是 在他的電影裏面 就是每一位角色都是有情有義的 就是他可能是一個反派 可能是一個正派 但是每一個人那個人物性格是很立體的 所以作為一個演員 演的時候也都非常之容易去演 不是有一場他們在和合石是吐還是中暑的 我就是講那場 不是吐 但是就是每一位 其實我覺得我們辛苦 工作人員更辛苦 因為他們托著一些機器 然後他們去拿著那個camera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團體 都一樣去拼搏的一個活動 我這麼說 一班傻傻的人去做這件事 每一個人都有中暈 就是每一個人都暈倒 但是其實拍戲那個魔力就是這樣 就算暈暈 你的意志力都跟你說 你起床 你一定要拍他 他們不知道的 怎麼可以讓他們知道 那如果你跟她講 是呀 不會特別講 就是回來他們都只累的 譬如你們我媽的那些 有時候他們還來探望我 那我也特意避開他們 因為無謂 我覺得這些自己做完就OK了